大家好,我是东东 今天给大家带来体感驻手新版本的一个新功能 就是TDP控制以及针对6800U的GPU的频率优化 那TDP控制很简单 大家看这个新版本的界面上就很清楚 那我们在这里可以输入我们想要设置的TDP 然后点set就是设置 加点可以单一瓦数增加或者减少 保存按键呢就是保存到我们当天配置中 比如说我们有多个游戏想用多个TDP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保存起来 GPU锁屏可以输入我们想要锁的任意频率最高是到了2400MHz 点set之后呢就是锁定 加点的一样也是可以 每50MHz为单位加或者减少 保存呢也是保存到我们当天配置 下面呢有8个预设 5瓦8瓦10瓦一直到28瓦 那这几个是我认为平时比较常用的 大家可以就是一键去设置 就点一下就可以设置到当前的功耗 最低的话我是支持到4瓦 就是比如说我这里点5瓦我再降1可以到4瓦 最高的话是不限制 因为有有一些APU的可能功耗很高啊 所以我就不限不设上限了 但是呢 这个上限不会突破BIOS的限制 也就是说比如BIOS你设置里28瓦或者30瓦 那用这个工具的话 它是不会突破BIOS的设置 也就是说 基本的这个硬件保护还是在的 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用 下面呢有一些其他的设置 比如自动限制TDP或者自动锁定GPU 这个是当软件启动的时候 会按照保存的设置 去给它设置一下 然后有一个比较实用的就是关闭CPU的锐屏 比如说680U的话 它的基础频率是2.7G 那我们关闭了锐屏 那它就只能是跑在2.7G以下 最平时的使用的省电方面是比较突出的 后面这个呢是开启手柄的快捷键 这个快捷键给大家讲一下 这里有一说明 我们使用的是select键 加这个dpad的上下 以及左右 我先演示一下上下 简单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按住select的键加上 这时候看到TDP变成了5 6 7 8 同时呢有一个 震动反馈 就是说当它震动的时候 就下降 就是7 6 5 4 那在游戏过程中呢可以随时通过 TDP去调整 那只要它震了一下 那就说明我们这时候调整成功了 就是可以通过配合OSD的 它这个显示 可以实时的看到这功耗的变化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优化 GPU频率 这个是我最近一直在做的 因为6800U 它的这个GPU调用和其他的APU不太一样 那我觉得它这个 和我们常识的理解不太一样吧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平时做的这个 测试的数据 可能看的不是太清楚啊 我简单解释一下这个表是什么意思 啊 纵轴 就相当于 是每一个GPU的点 比如这时候它是 400兆 550兆 600兆 700兆 以及更高 那横向的轴是对应的功耗 在这里 5瓦6瓦8瓦9瓦 一直到1220瓦 这应该是测到了32瓦 那表内的数据是什么呢 就是每一个功耗 和对应的GPU频率 跑出来游戏的帧数 那这款游戏跑的是 枪火重生的 1200P最高画质 一个平均帧数 那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我 全用这个自动调节 就是不锁GPU频率的话 它实际上是 跑在这样的一个帧数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 那如果我优化了之后 那它会 上升了一点 特别是在低功耗部分 它上升的是比较多的 但是我们仔细看这个表就可以发现 这个GPU并不是越高越好 比如我举个例子 我们以13瓦为例 我们来看 自动的话 跑在91帧 如果我GPU 设置的低 那它会是25 50 69 74 那这个时候明显是低于这个 这个自动调节的帧数的 就低于91帧 当我设置到800兆的时候 是90帧 然后呢 在850兆 到 1050兆 1100兆之间 这个 范围是高于 自动调节的91帧的 也就是说在这一段之内 我们进行 GPU的锁 是有效的 但继续往下看啊 我们如果继续提高这个GPU 频率 如果我们设置在 1150 1200之后呢 它反而会下降 就是比我们 不去锁GPU的这个91帧 还要低 而且 大家可以看到 随着GPU的不断的升高 GPU频率不断的升高 这个帧数是不断降低的 最后最后降到的只有23 23 也就是说我们把 GPU锁定在2200兆 赫兹的话 这时候它只有23 但实际上如果你不锁它 它能跑到91 这是一个 AMD的6800U APO的一个 非常明显的特征 就是这个GPU频率啊 你不能随便去改 你改的合适了 比如说我就设置在 1000 这个位置 那它是有正向提升的 91会升到98 包括低功耗 比如说33 30升到44 它是有正向提升的 但是如果你设的不合适 GPU太高或者太低 这个区间就是太高 那这个区间就是太低 那它都不合适 都不是在一个 这个功耗的最佳的位置 所以呢 我就总结了一下所有的规律啊 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优化的曲线 做了一个表 在低功耗部分 特别是从6瓦开始 到1314瓦 这块的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比如从51帧提到68帧啊 或者40帧提到55帧啊 这个提升非常明显 那中间这一段呢 又不太明显 基本上差不多 到了高功耗部分呢也是有一定提升的 比如说啊 自动调节的最大帧数是124 但是我如果优化过之后 我只需要26瓦 100就可以跑到124帧 也就是说 这功耗低了足足有6瓦 26瓦就能做到32瓦的性能 当然这个优化 不同游戏也不一样 所以我测了很多游戏 下面 后面测了低频线5的 800P全低预设的一个基准测试 那这个测试呢 也测了很多数据 这全是跑的基准啊 就是每一个功耗的 对应每个频率的基准 基本权跑的一遍 最后得到的表 是这样的一个结论 同样的也是在 从6瓦开始 一直到15瓦 这个提升是比较明显的 那中段呢基本上也是疲软 到了最后的高功耗部分呢 稍微有点提升 但是提升不大 所以这个优化 大家可以看到主要是针对的 低功耗15瓦16瓦以下的功耗 高功耗部分呢会有 但是其实这个 差距吧就两帧 你说有吧也有 但是他这个差距真的不是很大 后面还测了一个 这个僵尸世界大战 这个游戏比较吃cpu 所以呢我给他定的是一个保守策略 因为当他当这个僵尸多的时候呢 他本身cpu的压力会比较大 他最终的结果是这样子 同样的低功耗部分 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7瓦8瓦9瓦10瓦11瓦12瓦 但是中间呢 在1314151617这一段呢 没有什么提升 反而会反超还会下降 但是到了高功耗部分呢28瓦以上呢 这一段又有一个比较明显提升 28瓦的话从91可以升到98 29瓦从92帧升到99帧 就是说不同的游戏这个优化是不一样的 而且他的最终的优化的策略也是不一样的 包括吃cpu的游戏不吃cpu的游戏和 这个你不知道他到底是还是不吃的游戏 他都是有点区别 那最后我做了一个总结 这个总结呢实际上就是 在我的这个体感助手里面加了一个优化GPU频率这样一个选项 给了三种策略 这三种策略呢就是分别对应 保守呢就是我这个游戏吃cpu 就相当于我给GPU的频率相对保守一些 比如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是13瓦 功耗的时候 保守对应的只有900兆赫兹的 GPU 但900兆赫兹如果是在 比如说这个枪火重生这个游戏 他实际上就是也还行 但是偏低一点 他并不是他的最佳频率 是偏低一点 所以就是不同游戏的话 他策略是不一样的 那平衡的话我给到的是1050兆 如果是激进的话给到的是1150兆 就是每一个策略对应的每一个功耗我都给了一个GPU的预设 那这个预设呢 到底有没有用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尝试在游戏中是尝试 当然我们总结出的规律呢 就是低功耗部分还是比较有用的 中等功耗呢就没大有用 如果你平时常玩在15到18把去玩游戏的话 说实话用数不是太大 那高功耗的话 也是分游戏来看 当然这个这种 指示机通过锁屏得到的这种白嫖的性能提升呢 我建议大家可以试一下 因为你不没有什么新的成本嘛 对吧 可以大家可以试一下 下面呢我给大家做了一个手柄的快捷键 就是select加 左和右是用来切换这个GPU的策略 那刚才提到了select加上下 是切换TDP 那左右呢就是切换这三个策略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果这时候按住select 加左 那这时候他有自动切换的保守策略 按到右就是 平衡策略 再按右就是激进策略 就在游戏中呢 我们可以同时切换这三个策略 我们来观察一下 哪一个帧数更高 如果其实帧数差不多的话 我推荐大家用平衡 他也是相对折衷的一个方案 那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那我们用地平线5来看一下这个10瓦的功耗下这个优化的表现 那现在是一个自动调节的状态 我们看到这个 GPU频率是波动的啊 600多500多是波动的 我们跑这段路看一下 平均帧数2930 3025 算下来反正 不是很高吧 又不到30帧 毕竟10瓦这个功耗 也不是很高 这个画质是中等预设的 1600P的一个fs2的质量档 那我们用一下 优化 我们看看能优化到多少帧 刚才是25左右啊 我们先用一下平衡策略试一下 我们锁在750兆 现在是35帧左右 就基本上可以稳定在 30帧以上的 大概有一个10帧左右的这个优化幅度 从平均在256 到了35左右 这个优化幅度还是很明显的 至少在10瓦功耗下就不会觉得那么卡了 30帧以上 就是一个临界点吧 所以这个优化呢 我个人认为啊 并不是说我提升我极限的一个方式 而是在我的低功耗的范围内 我可以给他一个更好的游戏表现 这样平均帧数基本上35以上 10瓦的话 地平线5的中画质 我们看一下画质 1600P的fs2平衡 然后图像是中预设 基本这个画质在10瓦下就可以流畅玩了 如果大家需要 这个更高的瓦数呢 我们可以直接用科学键 select的加上 就可以提升我们的 这个 功耗 然后我们帧数也是离干净 因为我这时候已经开了优化了 所以这帧数也是提高的非常明显 直接可以40帧 40帧以上 提感助手这个新的1.1版本呢 已经上传到我的这个群里了 大家可以加群之后下载 并且这个相应的这个对应的频率的数据 我也会在我的群中公开 大家可以去查这个频率表 就是 我就算不用我的体感助手 也可以大家去手动去设置这个频率锁定 这个这个频率 其实大家就是 直接就是公开的 因为你在设置的时候 你每一个瓦数 对应的GPU频率 这里都会显示的 然后我会直接公开出来 大家可以自己的去看一下 比如说你没有用体感助手 你用了其他的这个调节工具 他可以设置TDP 也可以去锁这个GPU 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 就是我在 哪一个范围 哪一个功耗范围 然后他的GPU对应的是多少的这个频率 那可以自行去设置 我做的这个呢 只是说 给大家自动化了 就是你点上这个优化GPU频率之后呢 你在设置TDP的时候 我就自动去读了这个表 然后给你设上了 就仅此而已 其实他也没有什么特别深耀的东西 他实际上就是TDP配合 GPU的锁频 那配合的对了 那他就有一个正向的 一个提升 那我真说会有提升 同样是10瓦 这样我们测试一下 我们给他一个很高的频率 我们去掉这个优化 我们给他到1200兆 1200兆 不太高啊 我们还是刚才的10瓦 我们给1500兆吧 我们看一下帧数 坐在1500 回到游戏 现在只有21 22帧了 而且声音明显是有破音的情况 只有20几帧 那我们 我们再升一点 我们升到2000兆 看一下结果 17帧啊 这已经不能再低了 16 17帧 那我们的预设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预设是750 我们用机器脑 850 看到了850 30多帧 就是 你选对了频率 你的 这个帧数就很高 就很好看 你如果选不对的话 你玩起来就会卡 所以GPU这个东西 它并不是 你想怎么设 怎么设 它是有一定道理在里面 然后我这期视频呢 也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确实是可以 自己去改 包括超频也可以 我也可以超到2400兆 克兹 但是 有没有这个意义 而且你怎样去做 才是正确的 希望能给大家一个 建议和指导吧 那体感助手 后续的也会做一些 更多的服务于 玩家的 这个功能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 我的群里面讨论 我能做的 我力所能集的 范围内的 我会尽量的去满足大家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